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欢迎来到本期的人物志 我今年九月的时候啊 应该是去年九月 不是今年九月 今年九月没到呢 去年九月的时候啊 我就在这个推特上和这个微博上 发现了大量的这种润人的这种 这个迹象啊 微博上主要人转发 在推特上上面自己发 然后呢 我就看到了很多 最开始我关注的是老郎 然后呢 是一路向北 什么丁一多啊 来一杯美食啊 这烂你妈的 一大堆润人 讲他们各自的故事 有的呢 那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 有的呢 是加点这种反贼啊 职处啊 职人的这种 这种说辞啊 什么红墙密室啊 社会矛盾啊 中国要完蛋了 这个 我当时呢 就问我自己这么一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女润人啊 就是年轻的女性啊 润出来了 我当时的判断呢 是应该没有 因为女润人呢 在这个美国这个环境当中呢 是非常非常苦的 也非常非常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首先你走线 你这你这你这东西 你怎么整 对吧 你走线 你作为一个女性 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另外还有一点 你在美国 你在美国 你12个小时 作为男性来说 你可以刷盘子 女性你可没这两下子 你没这两下子 你给你干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少的 润人一般在美国干什么 主要是餐厅 然后呢 就是农场 然后就是食品加工厂 加上装修和这个搬运 就搬运工吧 你作为一个女润人来说 女润人那这些活活肯定都干不了 能干的工作特别特别少 所以呢 来到美国呢 基本上是无法生活的 但是哎 在不起眼的这么一瞬间 我在丁一多的这个分享当中 哎就碰着了这个女润人低密 她的名字呢 我不知道叫什么 她的她的这个推特人就叫低密嘛 那咱就叫她低密啊 女润人低密的 我我个人给的 她给我的感觉是这么 游走于现实与幻境之间的反贼 为什么这么说 哎 咱先分享她一些 一些说辞啊 你看去年 8月21号 她应该是不应该 她不应该是走下过来的 她怎么过来的 我不太清楚啊 我不太清楚 很有可能就是 在这块是有签证的 然后呢 签证作废了 滞留不归 有这种可能性 或者呢 她是润过来的 不知道怎么润过来的 反正反正反正就是说 现在在美国了 没有身份 她没有身份啊 她呢 有点啥呢 有点愤世忌俗了啊 有点那种 就是说 哎 我给他 我给他分享一下 他那些东西呢 大家就明白了 他这么说的啊 8月21号 他这么说的 说他的一个朋友啊 在美留学 在美留学四年 澳洲三年 准备进国企 有一次呢 聊天 谈起疫情防控 与中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 啊 他很盼望中国经济毁灭性打击 然后呢 他可以那什么 他可以那个 就是说作为一个高华 回家 现在他也是个高华 只不过是高阳的高 他反 他说他的朋友呢 反对他的观点 并且说到 如果不建设方舱医院 或控制隔离 以及中国人口的数量 怎么怎么着 然后呢 他回答 哎呀 为了医保系统崩溃 就可以让经济体系 全面崩溃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 我就发现 从这块 我就开始就觉得 这个人就很 那些什么了 开始很恶心了 知道吧 就是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 他很多时候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但是说这些东西呢 专门就为了恶心你 恶心完之后 你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哎 没啥好处 还真没啥好处 他就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你看这儿 这又一个 这你跟他接着说 说什么呢 说这块啊 说建议强国人 重温一下辛德勒的名单 辛德勒的名单 我真看过啊 钢琴家和美丽人生 等关于犹太集中营的电影 这样你就知道 自己如今多幸福 比犹太人的待遇好多少倍 毕竟当你去往集中营 的时候没有人拿枪指着你 他这啥意思呢 哎 就是中国啊 他也认为中国不自由 是个 是个魔窟吗 跟集中营差不多 是什么 就这个 包括他们这些润人 有一个润人之歌 叫一路向北吗 当然一路向北也是一家了啊 润人之歌一路向北吗 不是说吗 逃出牢笼 奔向你 奔向你真实的家 你真实的家 就是美国 关键这里面的问题是啥呢 你那个 你那个什么 你把美国当成家 那这些人把你当成家吗 啊 这些人把你当成家人吗 对不对 你看这 这就吃亏了吧 去年12月29号 你看他说了 来美的第一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不应该去中国人的眼镜店 配眼镜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试点严重偏差 导致眼镜无法看清 反映问题后 各种推卸责任 说是近况的问题 啊 又是说我适应能力有问题 啊 怎么怎么着 然后他说 他提出退款之后 先是不恢复 然后气急败坏的各种冷嘲热讽 最后就最后直接说 你爱哪告告哪去 反正我就是不退 真要警惕啊 一大一来就被中国人坑 请各位 各位回避这家店啊 另外呢 怎么怎么着 乱七八糟的 一堆 这里不就有个问题了啊 你在美国被算计 你在美国被算计呢 你有没有可能去报警 维护你的权利 对不起 你是一个润人 你没有公民的资格 你没有永久居留权的资格 如果你去报警 人家一看你是非法移民 对不起 知道让你遣送回去 就现在美国这政策 你自己好好看着吧 还不到中国人的眼镜店 配眼镜 你到西人眼镜 配眼镜吗 就你那英语那个样子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人 根本就根本就不知道 他自己在干什么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然后润出来了 润出来之后 成天在成天在网上 刷自己的存在感 说自己有多么多么多 说自己多么高尚 说自己来这 有什么价值观 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人惨成这个样子 咱这么说 除了民主人权 那啥也没有了 除了民主人权 真啥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人呢 你看他后面又有一个 他说 每天马不停蹄的工作 12个小时 来美后的日子 意料之内的辛苦展开了 但是我心是安宁的 灵魂是自由的 我的个妈呀 然后呢 感恩上帝指引 一众推友的帮助 使我远离那个荒诞野蛮的国度 真是 真是没有办法呀 真是没有办法 看这些人这个样子 昨天呢 陈旺呢 因为他没有对祖国呢 说一些烂七八糟事 我还是建议的 他还是回国 对于这个低谜来说呢 好好在美国待着吧 真的 好好在美国待着吧 那天看凤姐那个样 你现在还不如凤姐呢 你最开始 人家凤姐 毕竟在人的神坛上待过 你直接 最后被倒在坑 你一直就在粪坑里 你一直就在那个化粪池里 在游泳的 懂不 对于低谜来说 你看他这就来一个 1月1号 今年的 今年的 你看啊 今天我在街区连日阴雨 昨日大风整体停见 终于哎 有时间对全世界的各位华人推友 表示祝福和感谢 然后并此怎么怎么的 首先是工作 没错 就是中餐厅12个小时 没夸张 哎 乱七八糟的 除非呢 你是工作签证 另外呢 怎么过来的 乱七八糟的 一堆 一堆 然后呢 说是自己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啊 总之就是感谢一些民运人士的爱啊 民运人士的爱 让我想起什么来了 说那个有一个润人啊 有一个润人走下 女润人走下 走下呢 然后被那什么 很不幸遭到了几十个人的那个啥 我不想接着说啊 对于女性来说不太尊重 然后这又一个 这又一个也是1月1号的 他这么说的 说众推友 各位爱心人士 说了许多废话 还要烦劳各位 如果在加州有什么工作岗位可以帮助推荐 这是我目前较为需要的 没有工卡 无法报税 让我当下找工作南上加南 会点英语证的积极学中 令工卡还没申请 还没有找到律师 哎 没有律师 没有交不起律师费 这是 明白了 彻底明白了 这帮人呢 像低密这样的人呢 就是润人当中最惨的那种 为什么呢 女润人呢 我是我是女孩子呢 如果真想润呢 我不太建议 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啊 在美国呢 你要如美 如果没有工卡 你没有正式的工作 你没有正式的工作呢 然后呢 你你就是那些打工的工作呢 你基本上找不到 你基本上找不到之后呢 你很快呢 就失去了工作来源 你很快就失去了收入来源 你在美国根本没有办法生活 如果你最后不是出卖自己的话 说句实在来的话 你在美国生活非常非常的困难 其实从这一点上 你可以看到那谁 我之前说过那谁 说过何一琼 何一琼到了哪 到了英国 什么样 直接了当被边缘化 被边缘化 过一个润人的生活 一看厕所马桶里一堵 自己受不了了 联想起自己在香港的生活 对于这个女人 女人人低迷 你看着什么 她在网上 发泄自己的情绪 贬低自己的祖国 然后然后从贬低自己的祖国当中呢 获得某些 某些点赞 但是我看到了 在她的推特底下 没有多少人给她点赞 没有多少人给她评论 一路向北有多少 有多少人追随她 50万人在推特上追随她 这个低迷没有多少人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她不招调 知道吧 因为她不招调 她这个人 哎 搏一搏眼球可以 搏一搏眼球可以 但是当她面对现实的时候 配个眼镜 被反复的算计 不敢不敢去报警 因为自己没有权利 找一个工作 在在在整个 在整个新年这一天 在新年这一天 说她没了工作 让大家帮她找工作 可见这个人在惨成什么程度 在惨成什么程度 然后 她还不放弃自己 所谓的高华心态 所谓的高华心态 总觉得自己 总觉得中国要完蛋了 中国完蛋了 对她有什么好处 她这个人呢 其实咱说句实在的话 已经失去了 给我一个感觉 就已经失去了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该有的东西 已经失去了 就是说对生活的彻底的向往 她失去了这些 她只不过就是一堆行尸走肉 游走于现实 唤行之间的反贼 这样一个人 她恨不得世界跟她毁灭 她恨不得中国马上垮台 或者或者怎么着的 然后呢 她可以满足自己的小心灵 就这种人 她这种人能改变什么吗 什么也改变不了 她在美国 就是街道边上的一个小爬虫 让人看不起 然后呢 她还给很多人一个感觉呢 把她所有的恶心都摆在上面 把所有的恶心都抬出来 所以呢 当看到这个女认人给我的感觉 就是两个字 就是恶心 我彻底的被恶心闹了 所以今天呢 分享一下她的故事 让大家也明白 这样的人 尤其是这样的女认人 这样的人真是一个另类 真是一个另类 我从来是没有看到过这种厚颜无耻之徒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